香茅草再割下来之后 必须要先晒干 然后再经过蒸馏 再加热的过程中 香茅油就会从冷却孔流下来 香茅曾经为果信箱 带来不错的收入 不过受到化学产品的冲击 民国50年后 香茅产业逐渐没落 为了将这古法继续传承 果信箱农民刘昌坤 仍然坚持初心 将这项传统记忆流传下去 希望让更多人能用到 这天然传统好用的产品 像我们现在一家 就是把我们六十万年前的 器具又一家重组 一家做 一家政府五家地的香茅草 我们的香茅草 就是刮起来后 要砸一礼拜 砸大后 我们会放在蒸馏桶里 蒸馏差不多四点钟 就完全差不多 百分之七十的油都出来 差不多放在后一回 我们还要蒸馏的时候 那些草还跟银路回来 那些草才不会再打伤掉 双脚炮在提炼香茅所分离出的香茅水中 淡淡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 为配合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农民以芳香体验之旅进行规划 让游客实际体验香茅精油 及香皂等的制作过程 也让国庆乡的香茅产业得以振兴 我们在蒸馏香茅精油的时候 我们有香茅路 香茅路流出来 一般我们有拿来做手工香皂 中的我们都让游客在这里泡脚 很多人来这里泡香茅路 我们这都免费让游客来 在这里泡 先远林邦宇表示 危机就是转机 传统的经济作物加上创意的新想法 不仅让现代人重新认识这项天然的产品 也让香茅产业意外地开创了另一个商机 用自己的在地产业 可以提升它的效益跟功效 可以把它包装或者是创新 可以开发出自己的一个东西来 我相信这对于地方的产业的提升 有很大的这个效益 香茅精油制作十分繁琐 需耗费相当多的体力及耐力 站在观光休闲的角度 副议长潘一泉也期望 宪府相关单位应该以行动支持与协助 将这项传统产业延续并做大 相信地能有助于带动地方观光效益 记者洪一伦 陈伟一 国性采访报道